年关将近更需要重视安全和法律的相关的知识 东森新闻也制作1.5天的 东森关心您假日重要法律的专题 透过专业律师的解释 让华人可以过一个平安又快乐的家节 而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在假日期间 要如何防止歹徒抢劫 其实的话一方面购物季节里边 往往是大家的喜欢购物 想到的事情里边是怎么给亲友买什么东西 满脑子都是想到这些东西 而往往忽略到你垂心大包小包带的时候 往往成为抢匪的目标 在过去几年里边的话 尤其是真正抢匪里边 都是以帮派职团的小孩子为多 这类的话是墨西哥跟非洲一 黑人这两个职团为主 在他们这犯罪职团里边的话都会传快来 抢一个白人或者是黑人墨西哥人的话 拿不到几十块钱 奉献很大 他们还会反抗还有枪这样子 而想中国人里边的话 一方面一下手 他们马上就有现金 开了好车子 所以说并且一般都不会反抗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也不敢报案 有很多人的话被抢了 就是算倒霉的 也不愿意报案 这种情况之下里边的话 很多犯罪集团就传开来了 尤其是靠近Freeway的Shopping Mall里边的话 他往往看好这个人 这个中国人的话开的是好车 买一大包小包里边的话 就跟着他们走 跟着有的时候他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跟着家里边 在家门口抢 另外一种的话就是说 故意撞你的车子 撞了车子的话你下来论里的时候 瞬机的话将你的东西抢了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说 光天花月之下 就直接的话看你包包里边的话 看了那边 以后另外一个开车 以后另外一个抢匪的话 下车一抢的话 就赶紧就上车 就逃走了 因为他们选的目标 往往是靠近Freeway 所以一旦只抢完之后 马上Freeway 有很多时候警察 当地的警察来不及 赶到的时候 这个抢匪已经上了Freeway 上了Freeway以后 四通八达的情况之下里边的话 往往地方的警察来不及通知 CHP的情况之下 蓝车的情况之下里边的话 等你的警察收到消失的话 已经十分钟以后了 十分钟以后的话 十分钟在Freeway的话 可以开很远的地方了 找不到了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 假议的话 特别要注意一点 就是如果是发现 有人被跟 有人在跟着你 自己被跟踪了 做好的方法 要熟悉自己的环境 很多时候 知道就近的警察局在哪里 如果是跟着这个人不放的话 你的车子就摇到警察局 那边附近里边去 以后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人都不愿意 就不敢跟着去 另外一方面的话 也有很多抢匪 他们只知道 在假日的时候 你买物件的时候 可能又用到现金 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在ATM附近里边 等候 看你的话 拿到钱 马上出来 或者是有人说 用枪顶住你 讲好密码 这样子的话 叫你拿钱出来 这种情形经常会发生 所以的话 尽量避免 在晚上的时候 出去单独 个人的话 去银行 提款机里边的话 拿钱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尽量的话 买的东西里边的话 尽量要有人盘 排座 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 第三个话 如果是有发现 有可疑的车子 一直跟着你的话 或者是在很黑暗的地方里边 有人车撞了你的话 你千万的话 要小心一点 要注意一下 下车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发现不对的话 你可以开车 以后你不理会别人撞的 以后能够超下车牌 但是发现了这个人不对劲的话 赶紧的话 开车到究竟的警察局去报案 有人撞我的车子 这个车牌是什么样子的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避免的话 成为强匪的目标 再继续